大家好,我是郭志源 盼了一冬天,终于盼了一场大雪 搞得我无心学习,只想听歌上学 虽然有点老旧,但是下雪就得吃炸鸡啊 今天也蛮美的给自己找了一个吃的理由 我准备了一只大鸡腿,一些鸡翅 还有一些去皮去骨的鸡腿肉 这只鸡腿我打算用空气炸锅烤一下 鸡腿用料酒,黑胡椒腌制一下后 再用酱油,生抽,蚝油,白糖,13香调一下味 我还放一些粘斑片 给鸡腿做个马撒机 空气炸锅的烤盘用锡纸包起来 这个鸡腿太大了,还差点放不下 皮的部分我涂了一些蜂蜜和醋,为了让它更脆 空气炸锅120度20分钟 鸡翅我打算用最简单的把隔壁小孩长呼的方法 腌完之后裹上淀粉鸡蛋面包烤 中途把我的鸡腿拿出来看一下 已经烤得金黄金黄的,但是里面还没有熟 翻一个盒继续烤 大家记住一定要小火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 糊了 行吗,它只要熟了就行 换一张新的锡纸开始烤这个鸡翅 这个鸡翅的做法是我平时减肥时候吃鸡翅的做法 放进空气炸锅也是小火开始烤 烤鸡翅的时候来料理这个鸡腿肉 本来也打算用空气炸锅油烤一下,但是觉得很浪费 毕竟是又嫩又香的鸡腿肉啊 肉放上炸粉和水搅拌均匀 我的炸粉放少了,我不想吃那么多面糊 我用的是葡萄籽油,大概就是我最后的倔强和挣扎吧 筷子伸进去冒小气泡就可以炸了 也一定要小火 其实这也不算炸吧,应该算是煎 炸东西的声音听起来好美妙哦 这边我的鸡翅也烤好了 我没有放油至他自己被烤得吐泡泡了 鸡腿肉也一块一块的煎好了 我打算分一包来做韩式炸鸡块 我的炸鸡酱料需要蒜蓉、蜂蜜、韩式辣酱和番茄酱 加一些水搅拌均匀 就是特别简单的韩式酱料了 刚刚炸鸡的油留一点点在锅里 倒入酱汁,放入鸡块翻炒 让每一块鸡肉都裹上厚厚的酱汁 就可以上桌了 原味炸鸡和韩式酱料炸鸡 无油炸鸡翅 还有无敌大鸡腾 做无油炸鸡翅其实就是为了吃生活着各种酱 吃炸鸡没有酒怎么可以呢 这个是三生食新出的巧克力牛奶酒 是连包装都喊少女的少女酒 到年底的全是情人 把我们送送朋友啥得最合适 而且它是巧克力牛奶酒 这个世界上谁能抗拒巧克力牛奶呀 虽然我喜欢喝酒 但我不喜欢啤酒 我只喜欢喝甜甜的酒 送的小杯子也很可爱 把它送去冰镇一会儿 我先吃我的鸡肉大餐 烤鸡腿我平常也吃不过是去了皮的 小火慢慢烤出来的鸡腿非常嫩 这个皮没有乎味 非常的有嚼劲 肉质也非常的紧实 制水充足 平时减肥吃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少少挨点蜂蜜就行 配上万能的火鸡酱 虽然有点辣 但是真的特别的香甜 特别的好吃 接下来吃这个无油炸鸡翅 第一个先吃双丑奶酪酱 这个奶酪酱是我看SAS小姐姐经常吃的酱 所以我也买了 是那种咸鲜咸鲜的奶香酱 更适合搭配本身味道比较重的食物 喜欢奶味食物的小伙伴一定要尝一尝 韩式酱料炸鸡只有一点点辣甜兮兮的 肉也非常的嫩特别好吃 因为炸粉放的少所以没有特别的脆 但是味道还好 再来尝尝这个原味的炸鸡块 味道太大了 炸粉还说不用放别的调味料片子 配一点沙拉酱吃呢 太腻了算了吧 我还炸了一些小吃 洋葱圈 扇贝丁 还有大虾 洋葱炸过以后特别的香甜 很好吃 炸虾我就不多说了 隔壁小孩直接哭 扇贝丁是炸完以后很有风味的海鲜 我本来想用空气炸锅烤一整只几个 但是烤不下 但是一只鸡腿就够我吃了 也很香很满足 无油炸鸡吃配蜂蜜芥姜姜也好吃 这个是泰式甜辣酱 又甜又辣 酱中一罢 这个酸奶酱也是我看各大吃播都在吃的 但是不好吃就是酸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个是什么牧场沙拉酱 我没有办法描述什么味道 但是我确定的是它挺难吃的 吃着吃着突然想起来我冰镇的酒应该好了 冰镇或者夹冰块是这个酒的推荐喝法之一 急迫的想喝 所以用牙咬开 闻起来也甜甜的 有种淡淡的奶酒味 倒进小杯子里 蹲蹲蹲蹲 色泽也有点像淡淡的巧克力牛奶色 来喝第一口 好喝就是那种巧克力牛奶般的酒 口感很顺滑 推荐喝法里还有一箱堆奶茶喝 这个奶茶是我自己弄的 这个喝法是我最推荐的 里面又有茶香又有酒香 真的太好喝了 又是怕醉不然我能喝一大高 毕竟12度还是有点高 在下雪的日子里幸福的吃着炸鸡 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累那么难熬了 其实冬天因为天短 也很容易感到郁闷 这个时候就多去做一些 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事情吧 体重长一点也没有关系 就像春天会来一样 它也会掉下去的 沫浪好像大家压力都挺大 都挺压力的 有一些精致好吃的食物 好好的安慰自己 善待自己 安静的等这个冬天过去就好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